大家好,今天是8月17日 今天港股升升跌跌 大致上大約有約莫少於一半左右上升 有大半左右下跌 不過在上升的板塊裏 地產是在這裏,銀行是在這裏 因此市應該的底是可以的 因為這兩半都是很大的資本 牽涉到 為什麼大市會有升升跌跌這件事 為什麼這兩樣東西出來會是好呢